来,我们赶快进入我们的主题 1941年的时候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美日太平洋战争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颁布教书的 1945年 4月1号 1945年跟1941年 1945年颁布教书 可是1941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这个时间点有没有 有点重叠 表示什么 1941年的时候已经在战争了 这个时候开始打仗 请问各位 这是不是台湾人为什么历史记忆会薄弱的地方 打仗的时候 每一位人民都会怎样 逃命 逃命要紧嘛 你1945年颁布教书 我管你耶 我管你台湾这块土地现在是变成谁的 会去注意吗 不太会 战争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乱 但是不管有没有去注意到 颁布宪法了就是颁布宪法了 所以1941年已经发生了太平洋的战争 这就是混乱台湾人历史记忆的地方 然后 1945年的4月1号颁布教书 1945年的9月2号日本投降哦 这样差几个月而已 4月1号跟9月2号 5个月 5个月的时间就不好意思 战败了 可是会不会影响台湾跟澎湖是成为他国土之一的一部分 不影响 虽然战败了 但是那是战争 因此 迈克拉瑟将军 同盟国盟军最高统帅颁布当时 一般命令第一号 他颁布什么 美国 日本当时在战争的时候 有没有偷袭美国的哪里 珍珠港 所以美国很痛恨日本 所以日本的帝国主义 他也会怕 是不是很强大 当时的强国 所以 我颁布一般命令第一号 我要将你日本五马分尸 阿长把你分尸 北方四岛 由俄罗斯代理占领 韩国独岛 日本本岛美国亲自占领 琉球联合国托管 台湾跟澎湖 交给蒋介石集团代理占领 他将日本的领土五马分尸之后 为什么台湾跟澎湖 要交给蒋介石集团 其实美国的心态 他没想到很多 他只是觉得说 华人或许会散戴华人 语言比较相通嘛 比较好管理嘛 可是他没有料到说 之后会发生 这么多 很违法 违反国际战争法 万国公法 而且这么多悲惨的事情 这是美国没有去料到的 那美国呢 他是主要的战争国 因为他在日本投下了 两颗原子弹 所以他有权去分配日本的领土 所以美国是主要的占领全国 蒋介石集团只是代理占领 这样了解吗 我们的日暑美战 就是这样的由来 那接下来台湾进入了什么 很可怕的时间 1945年10月25日 交战国占领日 蒋介石集团来台 在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前两个月 台湾是没有政府的 一个国家在没有政府的状态 请问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动乱 要不要趁这个时间去抢星巴克全联 7 那个时候还没有 可是要不要趁这个时间去抢劫 动乱 要不要 没有警察 赶快搬 没有政府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有一群学生都跪着在干嘛 上课 培养什么 武士到精神 我们有没有普及全岛的初级教育在日制时期 因此 因此 一个正常的国家在没有政府的状态 不可能不动乱 可是你们能够想象当时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人文素养已经高达到 两个月无政府的状态 他可以成立自卫队 自我管理 和平的度过这两个月 然后期待着回归 所谓的什么 祖国的怀抱 为什么他们 觉得要回归祖国 要回归中国 他们觉得是一件好事 因为 日本是不是 战败 我问在场的各位 今天发生一场战争 让你有选择权 你要做战胜国还是要做战败国 谁都要做战胜国啊 是不是 可是他们搞不清楚状况的是 他们以为他们选择战胜国 应该会过得更好 事实不然 而且这也不是他们去 有时间去选择的东西 当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时候 他带着 什么样的兵来的 大家知道吗 穿着那个 草莴 穿黑 破迷遥 来到台湾之后呢 因为打仗很穷 来到台湾之后 呜 远远之乡 排行世界前几名 建设又棒 然后台湾当时的人民只有六百万 地广 人稀 物产丰饶 又好丫 哇塞 不得了 蒋介石集团 那个眼睛瞪得超大的 里面就只有一个钱的符号 所以这时候呢 大家知道吗 那些兵的水准到哪里 他跑去 那个 着火店 跟老板娘说 老板娘我要一个雪龙头 他就把那个雪龙头买回家 有没有 在他的墙壁上 打了一个洞 把水龙头插进去 然后转开 咦 怎么没水 拔出来 然后跑去问着火店的老板娘 你的东西派起来 你怎么可以买我派的东西 咦 有恐怖吗 他们连自来水怎么来的都不知道哦 这样子的人文素养 要跟我们已经被日治时期统治50年后 当时的数值 这样的数值要来统治我们 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1946年1月12号 将台湾人民集体强迫规划为中华民国国籍 用一道行政命令 将现场在场所有的人民 发了一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就是你们现在手上的那一张 没有询问过你们的意愿 依照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必须要让人民有两年的思考期 违法 为什么 因为他眼睛里面有 他要台湾 有钱 又棒 地方又棒 建设也都差不多了 能够占领就占领啊 最好是最好是变成娃威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他将你集体强迫规划为中华民国的国籍 然后呢 他想干嘛 在台湾他做了些什么事情 今天 当时我们是不是有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之后在这个时期 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时候 这个时期 蒋介石集团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正在做 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党跟中华民国国民党两个在国共内战 他们在中国 自家兄弟正在打仗 可是在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金子金矿放到他的手上 就是台湾 他将台湾所有的物资收刮一空 运去资助他的国共内战 再用四外块换一块 公然抢夺台湾人民的财产 这样子违法的事情 终于1947年的2月28 发生了什么事件 228事件 我刚刚有讲 我这个年纪是一个政治能感 我在历史书上看到 228事件 我没有太大的感觉 我觉得它只是 课本上的一个历史事件 可是当我真正去了解的时候 我发现 很可怕 为什么 日志时期50年 培养出多少的精英分子 两万到三万的精英分子 里面有什么 艺术家老师律师博士医生硕士 他们足以可以成为一个坚强的内阁 坚强的议会 坚强的政府 他发现中华民国 也就是蒋介石集团 违反这么多的法条 来这样对待台湾的人民 他抗议嘛 结果呢 这些没有知识没有水准的 他怎么对待我们 怎么镇压 二二八屠杀 将你这些二到三万的精英分子 全部屠杀 在实施长达历史上 这个世界上历史上最长的 38年又56天的戒严 白色恐怖 你若是国家公园 晚上你就没去 看我没有 足以在场将 所有在场的各位 全部都洗脑成功 我当时 这样 我觉得心痛 我才开始有感觉 如果你开始 对台湾这块土地 有认真的时候 你对台湾的历史 就会有感觉 然后呢 公然抢夺台湾人民的财产 这样的白色戒严恐怖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 一个画家 陈陈波 他从车站出来的时候 双手合掌 铁丝从你的手掌中间穿过去 跪在地上 砰 就地枪绝 有理由吗 没有 没有原因跟理由 这叫屠杀 所以 当时 的沉疑 政治方面 行政立法司法三权 揽于一身 还兼军事大权 这样子欺压台湾的人民 到现在 他叫我们淡忘历史的记忆 我们没有想过说 要制造任何的族群对立 但是 我们要知道 他曾经给过我们什么样的伤痛 你觉得 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 现在在场的各位 你们的税金 辛苦工作的税金 还在养谁 养当时 养当时的这些官呢 官僚 都还在养他们 可怕吗 这样子屠杀台湾的人民 可不可怕 很可怕 所以 228事件 375捡猪 大地主变小地主 工人将你台湾所有人民的残产 抢夺一空 原本我们在日治时期 吃得饱穿得暖 还有鞋子可以穿着上学的 等到蒋介石集团来到台湾的时候 多少人饿死街头 台湾的经济现在为什么会这样 事出必有因 可是呢 不只这样 我们应该要问 美国你是主要占领国 你怎么可以放着台湾这样自生自灭 其实美国他看到这些 可怕的屠杀事件之后 他有想过要拯救台湾 可是 他也没有想到 中华民国竟然在 1949年10月1号 输给了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党 也就是现在的中共 他国共内战战败 当一个政府 他离开他的首都南京 他被赶出他的领土 到这一刻 他就成为了流亡政府 这就是流亡政府的由来 那流亡政府要怎么恢复他 应有的主权 请他再回到他的领土 请他再回到他的首都南京 所以当时有没有教育 台湾所有的人民要反攻大陆 有哦 原因在这里 因为他被赶出来了 当时他流亡在 这个世界 请问他该何去何从 刚好有一个金矿送到他的手上 就是台湾 美国曾经有想过要把他赶走 找一个国家安置他 可是没有任何的国家愿意收留他 台湾那时候的状况是无阻 日本战败 自顾不暇 也没有办法再保护台湾 所以美国无可奈何 赶也赶不走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 1950年6月25号的韩战爆发 他即使想要安顿中华民国去别的地方 他也无力哦 美国的立场是要反共 可是 当时台湾 他绝对不能再交给日本 那他能交给谁 代理政领 然后中华民国 又能够叫他去哪里 因此 美国他为了反共 牺牲了谁 牺牲了我们台湾 所以我们告他刚刚好而已 对不对 因此我们要跟美国 诉求 你必须还给台湾人人权 你要对我们70年来所受的不平等的待遇 要负责任 是不是 因此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因为韩战爆发 苟延残船活到现在 70年 有久哦 其实很久啊 其实很过分 他也没有真正好好的在建设台湾 但是美国知道 所以1952年的4月28号 旧经商和平条约的时候 我的朋友问我的 第二条 日本承认 朝鲜独立放弃台湾澎湖的主权权利 但是我们怎么还会是日暑 日本天皇的领土主权并未放弃 意思是什么 今天啊 这一间教室啊 我们现在上课这间教室的地主 他说哦 他都不要管事 然后这块土地交给我用 我把它拿来做上课用 他都没有要管事 然后呢 过几天我心情不爽 我要放火在这个土地上烧 可不可以 他有没有权利来关心 有哦 他是地主嘛 对吧 他是地主 土地权状是不是在他的手上 可是我在这块土地上 为非作歹的时候 他有没有权利可以关心 有 可是他虽然说 我不要管事 我放弃了管辖权 但是他有这个权利来关心 这块土地上 我到底在干嘛 对不对 大概哦 因为主权权利跟主权义务 这是一个法理的论述 这需要你可能要看新台湾论 可是大致上的原理就是 日本天皇他放弃了领土主权的管辖权 他被迫放弃了管理台湾 但是土地权状还在他的手上 他有关心我们台湾人民的义务 这样了解吗 他放弃的是管辖权 主权权利 但是他仍然保有主权义务 还有领土主权 因为我们当时签订下官条约 一直到旧金山和平条约 大家有看到有任何一个条约 土地权状有在将台湾空 跟澎湖哥让出去吗 没有 所以台湾跟澎湖到现在还在 日本天皇的手上 但是有人会问 不是有三个公报吗 看刘轩言破资胆公告 日本详书在在都讲说 台湾跟澎湖应该要还给中国 我们先问 台湾有属于过中国吗 没有 为什么要用还这个字眼 台湾从来没有属于过中国 怎么会还给中国呢 再来 这个叫做什么 单方面的认知 单方面的认知是什么 三个小孩子在吵架 三个都在哭 这一个球 是要还给他 这个球是他的 然后两个人都说 这个球是他的 在哭的那个说 这个球是我的 然后结果这个球 购买发票在我的口袋里 球是谁的 买发票的 就是我的 土地权状在舍的手上 日本天皇的手上 所以战争的时候 他们都说 你应该将台湾跟澎湖还给 中华民国 还给中国 但是这都是单方面的宣言 有没有签合约 没有 有没有签土地权状 没有 这样用说的就全都算了吗 没有 没有这种事情 所以 台湾为什么没有办法公投 为什么没有办法入联合国 是中国打压吗 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台湾的国际地位 没有正常化 台湾国际地位要正常化 你就必须遵循 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里面去寻找出 我们一定要依照日暑美战的方式来返回 拿回我们的主权 这样了解吗 所以啊 我来到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我都觉得 台湾人 很像跳蚤 为什么像跳蚤 大家知道 跳蚤是很厉害的动物 它可以跳 比自己身高 还要高一百倍 它是世界上 跳得最高的动物 然后我们如果做一个实验 我们拿一个盖子 把跳蚤盖起来 放在桌上 你拍一下桌子 那个跳蚤就会跳一下 然后跳蚤是不是跳很高 然后它会去撞到什么 玻璃 也弄到头 它会痛 请问 你在次拍桌子的时候 跳蚤聪不聪明 跳蚤很聪明 它为了不让自己的头痛 它会跳低一点 这样有利害吗 它跳得低一点 不要去撞到边 然后呢 你就把这个盖子拿掉 然后你再换低一点的盖子 你再拍 它又撞到了 然后你再拍 它又跳低一点 你就一直玩它 越换越矮 会越换越矮 换到最接近桌面的玻璃 你再拍 那个跳蚤说 我输你了 我用白的好吗 它不跳 它跳不起来了 结果它改用爬的 我们把盖子拿开的时候 它还是会跳的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把那个盖子拿开 你再拍 请问它是跳还是爬 我告诉你 这只跳蚤就变成爬蚤 从此以后就改名字了 叫爬蚤 它就不再跳了 这个代表什么 没有盖子了 可是 这个是自我设限 我们台湾人 很像这样 人家跟我们讲说 我跟你说 台湾民进入境之后 你也很好 台湾人也很好 我们可能 如果那个南海石油 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可以开采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一个 那个阿拉伯的 那个在路上 飘啊飘啊 好不好 你相信吗 相信啊 阿拉伯的那个帽子 是不是一个这样子 然后后面长长的 有没有 有看过吗 阿拉伯王子 有没有 然后走在路上 是不是会飘啊飘啊 如果我们以后变成 产油国的话 我们也来戴一下 好不好 也没错了 不错的造型啊 可是 你要想象 你要能够相信说 台湾以后 有机会可以变得很好 台湾的每一个人 都会很有钱 你要先能够去梦想跟相信 所以不要自我设限 好不好 不要自我设限 在自己的限制里面 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 台湾啊 怎么可能会更好 可是事实上 它就是能够更好 因为你不知道 台湾其实没有多差 那只是因为 台湾的国际地位 没有正常化 终于 2006年 10月24 有看过我们的秘书长吗 然后我们的秘书长 您自身 带领228名228事件的受难家属 去控告美国政府 他是关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几乎将近半年的时间 读那个叠起来跟人一样高的 那个原文书 万国公法跟国际战争法 从里面去找到 台湾真正的国际地位 然后率领了228名的228事件受难家属 去控告美国政府 告诉他 你应该要 履行你的义务 你必须要 亲自占领台湾 他坚持为台湾走一条路 所以我们在2008年的3月18 美国联邦华府的地方法院判定 本土台湾人无国 及people of Taiwan 意思是什么 如果今天我嫁给一个飞翁 我生的小孩是谁 我生的小孩是谁 是菲律宾还是台湾 我生的小孩就会成为小飞翁 因为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 可怕吗 有没有觉得跟自身有点关系 我们本来想说 娶个越南新娘 结果变成越南国籍 这样有空谱 不是他变成台湾人 所以 本土台湾人无国籍是一件 很可怕的事情 跟我们自身都有很大的关系 2009年4月7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定 台湾人无国籍承认的政府 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 台湾人没有国籍承认的政府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生活在政治炼狱是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我们从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控管台湾的时候 他发给这一张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有没有教大家去看后面的小条码 有 是不是有计划性的将本土台湾人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然后给你们灌输政治很黑暗 结果用你们纳税人的钱去养马英九 用你们纳税人的钱去让他们通关 意思是什么 秘书长跟马英九是同学呢 然后啊 马英九的功课很差 结果啊 他还可以读哈佛 因为啊 他的身份证有密码 他可以告诉老师说你偷偷帮我加分 帮我保送 结果大家 到现在本土台湾人都以为 哦 好像是 中国人比较有水准 国民党比较有水准 然后本土台湾人比较没水准 不是呢 是因为他有计划性的将 各位本土台湾人排除在公家机关之外 不可以让你打赛了 你要读的再高哦 他就让你不及格 你还会读吗 把脑抢夺你们的人民财产 还有钱读吗 然后纳税钱 全部都拿去养他们的人 是不是政治炼狱 要不要求偿 要 70年来 本土台湾人所受的不平等的待遇 实在太多了 再来 2009年的7月8号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受理本案 这是第一次我们依照国际法 战争法 最终上和平条约及美国宪法提出告诉 赶赢了没 2009年的8月6号 美国宣布放弃抗辩权 这样有贏吗 贏啊 我投降 你说的都是正确的 诶 好啊 赶快把政权还给我们 诶 对不对 结果咧 割置本案待审 我都告赢了 你为什么还割置本案待审 为什么 美国说 好啊 我把中华民国赶走 请问 你有人来接掌 政务官吗 诶 你的政务官在哪里 没有啊 没有 那谁要做公务员 我给你们一条路 中华民国 也就是蒋介石集团 当时 来占领台湾的时候 他是带1000名 的公务员 台湾当时有600万人民 台湾现在有多少人民 2400万人民 1比6 4比24 这就是4000名 的由来 美国说 我公平啊 我没有要求你太多 那你也训练4000名公务人员 我们就和平转移政权 因为你有公务人员 这就是在场 各位坐在这里的原因 所以 各自本案待审 我们在今年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们是 二度已经提出告诉了嘛 就是 我们已经要达到4000名了 请你将政权 和平的转移 给我们本土台湾人 这一张身份证 大家赶快去办 没有办的赶快去办 这个就是 你如果是要拎钱 要有这张啦 要了解吗 这一张身份证 在今年 已经全球194个国家 可以通用了 大家可以去试试看 你进美国白宫 这张都可以进去的 所以 身份证没有办的赶快办 你一定要先确认 你的身份 并且表明 我就是要做台湾人 台湾民政府 已经有在打广告了 对不对 大家有看过吗 苹果日报 联合报 电子报 是不是都有在打广告 以前啊 很难看得到 可是现在都看得到 所以你们啊 如果要跟亲朋好友 在这最后的一刻 即将执政的这一刻 你想让他一把 来为台湾做事情 赶快跟他做宣传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正面报道 包括我们台中 台中州 我们上礼拜 有去做南投郡的大游行 我们也有 接受媒体的采访 获得正面的报道 不知道有没有人有看过 是非常棒的 所以当你 在看台湾民政府的报道 以前跟现在 是差很多的 因为整个局势的转变 媒体 他很聰明 他没说话 有没有看过这个 自由时报 千人见走 走出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这些人 这是我们台中州的地区 这个啊 里面 七年级这个 杨小姐 这是我 这个访 谢谢 当记者在访问的时候 你要想 他们会不会去掩盖真相 会 可是他为什么 也是能够做出正面的报道 因为局势正在转变 跟以前的时代 已经不同了 台湾民政府即将执政 这是中华民国 必须去面对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媒体 几乎慢慢的都一直导向正常化 我们看到什么 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 以假论争气骗台湾几年 70年 久不久 很久 要不要赶快讨回来 要 封锁控制台湾的媒体 我们大家都会觉得 台湾的媒体 怎么可能被控制我们这么文明 这么先进 这么开明 可是大家知道吗 228的历史纪录片 你在台湾可能搜寻不到 可是你到国外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被封锁 有哦 只是你不知道哦 大家知道北韩吗 我们在看北韩的人民 有没有觉得他们很可怜 有没有觉得他们被封闭得很夸张 在现代这样子的社会 他们还可以过这样的生活 可是 别人在看台湾 我们觉得我们自己 好像什么资讯都有 其实不是 连历史都可以捏造 你今天出国玩 你不会 开心到跑去图书馆去看 去看看台湾的历史吗 你会去查 去跑去国外 然后去查历史纪录片吗 不是哦 不是 我们不晓得 他们封锁 而是我们没有去查明真相 很多的历史都摆在眼前 只是我们没有去查清楚 但是我们就说 也没可能给我骗 捏造台湾的历史真相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的教室选举 你拿着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 去投他的议员 投他的总统 就表示你要做谁的人 你要做中国人 你敢买 中华民国现在的领土只剩下哪里 金门马祖 还有平坦 平坦是他也 也许也可以撤退的一个地方 这样子的教室选举 要不要抵制 你如果还想要再去做他的人 你可以去投票 中华民国流亡体制内的政党 有什么党 国民党 民进党 清明党 建国党 台联党 什么党都有 随便党 最近还新兴一个民国党 民进党登记什么 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 前面是什么 中华民国 他在谁的体制空缓下 中华民国 请问他有办法跳脱吗 台湾可以台独吗 可以独立吗 不行 因为台湾 是日暑美战 他有他应该要走的国际地位 所以 所有的政党 他都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下 他没有办法跳脱 唯一 能够带领台湾真正走出 台湾国际地位的只有 台湾民政府 对 谢谢 可是你说这些政治家 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知道 大家知道蔡英文知道吗 知道 他还出过一本书 说中华民国流亡台湾60年 这是他那个时候出的书 连他 也都知道 政治人物都知道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流亡政府在台湾就绝对不是合法的 上面的人都知道 可是为什么不承认不走 不知道走去哪里 我能够多A一下我就多A一下 多坑你们一点我就多坑你们一点是不是 毕竟他在领供奉嘛 他领的是谁的钱 中华民国给他的钱 中华民国的钱是谁给他的 我们辛苦的纳税钱 所以 蔡英文流亡政府说 绿委普遍共识 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才讲 我都长这么大了 我都还不知道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我还第一次听到 可见我有多政治能感就好 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 电视都有报道 结果我又不知道 我也搞我问的时候 我又跟他说 没听过 所以要会看 最起码你要知道 有关台湾的未来 我们可以多付出一点关心 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到现在还在骗 他不会去承认 他不会去承认任何的事情 中华民国 他今天你要他在媒体上报导 说台湾民政府是合法的 中国是什么的 不可能啊 骗你想要骗你100年啊 结果不好意思 70年就让人抓包啊 所以 我们要会看新闻 而且 很多人都在讲 台湾即将快被卖掉了 有没有 卖给谁 中国 可是 大家真的有这个感觉吗 我跟你讲 当时其实我 也没有太大的感觉 可是 我发生了一个 亲身经验在我的亲人身上 我的姐姐啊 有一天她就跟我讲 我告诉你 妹我告诉你 那个 我们公司啊 快倒了 有什么 快被中华民国弄倒了 我说你不可以偏激 你不可以加入台湾民政府 就太偏激 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我姐姐的公司是在卖这个投影布幕的 摄影机 投影布幕 投影布幕 都卖给谁 学校嘛 公家机关 所以 我姐姐的公司 她大部分都是 跟一些公家机关 政府机关去配合 然後呢 政府机关呢 每年呢 都会有预算 播放给这些学校 做一些采购一些基本器材的预算 一万多 七千多 六千多 最近一次 四千多 请问四千多 她是台湾的制造商 诶 了解咯 是不是了解 可是如果学校还是一定要采买的话 请问她得跟谁买 她四千多可以买得到喔 跟谁买 淘宝王 中国 她是不是可以跟中国买 那请问 学校 政府机关 纳税钱 补助 谁给的 百姓纳税人的钱 然后钱跟谁买 中国买 有没有变相的流出去 没有 没有去优惠到台湾的中小企业 我听到之后 我才有感同身受 什么叫做卖台湾 有感觉吗 大大小小的政策 不是 没有 发生 而是你没去关心 你没有去参与 没有去了解 包括这个有看过海绵道路吗 有没有看到气球在地上会飞起来 这个是台湾人发明的一个专利 然后啊 这路上有一个洞一个洞 气球插上去 它就会吹起来 会呼吸 那表示道路会呼吸耶 有搞不好 那为什么会呼吸 因为 因为 它的路面这个孔 放空气进去之后 它会吹出新鲜的空气出来 然后你的水 雨水跟脏水流下去的时候 它会经过有点像卖饭食 过滤水值这样有没有 一层一层 到最底下的时候 那个水值是干净的 储存起来 台湾以后就不会缺水了 有搞不好 有搞齁 而且台湾人发明的喔 有搞不好 有 结果 不要拍手 为什么 因为 台湾为什么到现在 都还没有普遍的使用 这么好的道路 又可以净化空气 又可以储存水 而且还不容易坏 为什么不用 全世界三十几个国家 都在抢 它的专利 为什么不用 它 有多好 除了通行 除水 降温 防灾 降低空气污染 生态保育 成本还比博油道路还要便宜了 应该要用吧 应该要用喔 结果不用的原因是什么 采购法 我们常常讲官商勾结 官商勾结 官商勾结 什么叫做官商勾结 各位知道嗎 如果今天我要选一个县长 我就跟财团讲 你支持我 捐钱给我 让我 中选 我选 招了 我就把 道路的工程 全部都 發包给你 你没钱 你就去挖 好喔 算一算 计算机 按一按 好像利益更庞大喔 这是不是官商勾结 如果今天这一个海绵道路要上岸 要去通过这个法案 他必须改变什么 采购法 现在的法案是 柏油路刚开始铺的第一次 他不会太贵 然后他会有一笔预算在那里 你只要道路坏了什么了 你就去修你就去修你就去修 然后我就会 政府就会一直补添你钱 可是 刚刚看到的那个海绵道路 第一次铺的时候 成本就很高 可是呢 他几乎以后就不用维修了 诶 不错吧 啊 这么好的道路 结果财团说 诶 不行 你绝对不能给他通过 因为这样我就没钱了 他就没有钱赚了啊 他以后就不能想挖就去挖啦 可怕吗 如果各位 你们有人要做议员 我希望 各位议员 在通过法案的时候 要不要通过海绵道路 你会不会举手 会齁 请举手 台湾民政府为什么要执政 因为台湾的未来 如果今天啊 你想 外面的台湾人问你 你们凭什么执政 你把你的方案拿出来给我看看 台湾以后会变得怎样会更好 你提出来给我看啊 啊不然 你凭什么 敢走中华民国 可是 我们要知道的是 为什么现在 议员我们一定要过半 因为 就是法案 当表决的时候 我们要掌握主导权 不要再让他们因为官商勾结 跟利益勾结 我们再能够为台湾做一点点事情的时候 又被打掉 好不好 你还相信你看到的是真相吗 流亡政府中华民国 他即将要离开台湾 有没有看过这个 Chinese Taipei 他代表台湾参加大大小小的奥运 请问上面有没有台湾两个字 没有 但是我们从而没有去关心 为什么 裁军行政院废子案 平南岛建设国共和解 意思是什么 有没有看过裁军 一个正常的国家 为什么要裁军 他要不要国防 要 要不要军队保护他的国家 要 可是呢 在这样子的情形下 他还要裁军 不正常吧 因为他要走了 一个流亡政府在国际间 如果他拥有的组织 超过自卫队人数12万人以上 他在国际间就成为恐怖组织 所以美国跟他讲 赶快裁军 因为你要走啊 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行政院废子案 你上网打 打下去他不是一条两条 打下去他是 一篇 你随便点一篇进去看 废子 有了之后有没有新的法案上来 大部分国防部的部分都没有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 中华民国要走了 这样会不会看 政治台湾创造的是一连串的假象 这个岛漂亮 是哪里知道吗 平潭岛 建设台湾没有钱就挖马路 挖到你要走个路都会拔倒 然后建设他自己要撤退的家乡 设计的这么漂亮 科技岛 拿谁的钱去盖 台湾人的钱去盖 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 平潭岛列财计划 复制台湾 在台湾住70年太苏西 所以他到平潭岛 也想要复制一个台湾过去 顺便来把台湾的人才也挖过去 看到这则新闻 我爸爸他是一个政治狂热者 我在跟他讲台湾民政府的时候 他并不是很相信 但是看到这个新闻 我就问我爸 請问为什么台湾人可以到中国去当官 平潭岛是中国的 为什么台湾可以到平潭岛去当官 我爸回答我说 我不知道 我认识啊 终于我爸回答说 他也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 所以 这个是表示什么 国共和解了 我们是不是有ECFA 福茂 那个是什么意思 今天70年来我们生活在政治炼狱 有没有看到这学生被冲倒在地上 太阳花学运 我们曾经有一个 一个期 初级班 是有太阳花的学生来上课 我问他说 你去抗议反福茂的时候 你有没有去看过福茂的条约 没有耶 那你去跟人家抗议什么 爱台湾 你爱台湾 福茂跟ECFA 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台湾两个字 你爱台湾 福茂跟ECFA是为了谁签订的 中华民国国民党跟中华人民国共和党 两个签订的国共和解 刚刚是不是在国共内战 现在人家国共和解了 中华民国才能够撤退到平潭岛 这样了解吗 所以 有没有很冤枉 还被冲倒在地上 爱台湾要有方法 这样会不会告诉我们身边周遭的人民 爱台湾要爱对方法 所以2015年是台湾的重要的执政年 是不是 就是 在场的各位 你们的一辈子啊 有机会 哦 这是日本的下水道 我希望我们的国土交通省 可以把台湾变成这样好不好 有水吗 人孔盖 这样不会滑倒啊 有水吗 你看他们的一排的那个 这样就不会淹水啊 对吧 所以台湾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是不是 全部都在谁的掌握当中 台湾民政府的 各位的首长当中 如果今天 你要想 改变观念 来为台湾的人民做一点事情 想一想你的一辈子 一生当中 你有一点点的机会 为这个社会做一点点贡献的事情 要不要把握机会 如果能够在这一刻 见证历史的转变 是不是上辈子收来的福气 我们做一个不要贪污的政府好不好 有没有信心 有 加油 谢谢